字幕提供 好,早晨 A1解困 今天有趣 今天呢 A1头版 我简称为一对对 为什么呢? 全部淹一坨淹一坨 有一群群羊出現 還有今天有趣的地方就是 很多頭髮是小儀科的 是的,真的 很多頭髮是小儀科 真的有小儀科 要不就搞到休國一民 很兩極 什麼叫小儀科呢? 真的跟小朋友有關 其中一群就是繼續失蹤女嬰 那個也是 那個就變成香港原案 香港原案 我們剛剛已經講解了 是沒有答案的 暫時沒有 破案就是解困 現時的答案就是作為一個媒體 但是先來一群 今天文匯和明報是一群的 為什麼文匯和明報是一群呢? 我們先拍一拍這邊 深圳港新班 曠收雙非同 就是文匯報的 深校收雙非 准來港聲鐘 文匯和明報一群 其實都不常見 不常見 好像一群發訪消息 不常見 不過你看到文匯的做法 你看到的 文匯的做法就是深港合作會議 一群官員簽名 但是明報做的方法都是學生 家長 所以你看到 同一群都好 是不同的 由下而上 又上而下 又下而上 又下而上 分別的 所以 不同的玩法 這個為什麼我們要先說呢? 在眾多頭版裡面 這個真是答案 是 什麼意思呢? 就是在深圳的學校 選擇一些香港學生班 但是呢 給雙非兒童 因為他在香港出生 就可以接受 在那裡讀教育 但是我們都說過很多次 你在上水 粉嶺那些學校 迫爆的 要跨區 當時跨區就說 張文哥我還記得 可不可以做一個叫港鐵校網區 港鐵原市的學校 就當成一個校網 那是一個方法來的 那你當時已經說了 為什麼答案一定要南下呢? 北上不行 來 做好了 OK 不過這個真的厲害 這個可以 即是Buffer了這個問題 其實是 而且上到A1 通常這些答案 是沒有 很難上A1 但是因為夠害怕 是的 大家擔心了很久 終於不用那麼害怕 他會很長頭版 其實這個問題 我們講了很多次 是的 我們都講了很多次 所以這個 總之就是現在雙非的學校 就不需要傳播在 深圳、荷爾南 是的 深圳、荷爾北你先讀 但是你還是在接收 港式教育的 然後你可以在香港行不接 是的 這個很行 其實最重要 這個概念是 香港的學校讀書 然後英式的課程 即是英國讀書 現在是在香港行不接到的一樣 可能香港事都變成 你又將殖民地的東西套下去 不是 他們想來香港讀完 雖然我想有些觀眾這樣 對 我想大陸有些觀眾都這樣想 你來香港讀完書 就再跳板去英國讀書 可能他都會這樣想 還有最重要的是 今次這個方式 我真的覺得這個是 熟了雙張的 這個是真的熟了雙張的 還有最重要的 另外一個答案 我想是香港人的答案 因為這個課程 是政府不會資助的 是一個私校的課程 即是八千元至三萬元 學費一年 如果你資助的話 港人就會說 怎麼搞錯 又要資助雙非學童 這個是政府給予香港人的一個答案 沒有搞錯 是私校來的 你要讀 拿八千元一年 至三萬元一年去讀那些課程 不過我這麼說 這個世界很奇怪 有市場機制 這個有派 沒錯 搞一下搞一下 其實我想說 如果深圳學校搞過這些八千至三萬元的班 有些私人的 不是 搞得好 搞得好過香港的班 就上去讀 不是 香港家長會吵 為什麼不讓我香港的子女走上去 為什麼只讓雙非人去讀 其實很簡單 我找一間 譬如找陳俊騰聯下網 深圳搞一間 我找一間 然後告訴你 可以有10%優先考慮 但我少搞到小學 你不知道錢是怎樣 有錢就做 你不知道美國和英 例如法國的大學都可以想想 法國很不行 譬如索邦那些可以想這些 你怎麼知道 我意思是 你現在就覺得是一個好的答案 他們不要過來 以後你恨上去 你恨上去深圳讀 北上 你不知道有沒有位子讓你讀 你又吵 對於新聞社會 看你香港找得這麼爽 我又搞一些聯校的事情 都可以 另外今天還有一個答案 這個答案比較低層次 這個答案比較低層次 又是一拼 今天情報和星島 麻煩資料庫 又一拼了 這個答案是怎樣 認早歸終 對嗎 對 很少11月拜山 但現在真的要 我也想知道自己 我真的很久沒留意自己的鄉下 不是吧 我真的不知道 以前 官立小學 會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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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的手冊上 是 我也有寫的 但我現在已經忘記了 因為我 現在你拜山的時候就知道 我知道 潘如順德 就是我媽媽 潘如順德 清遠 那些 但她是潘如順德 我不知道她到底誰潘如順德 所以我做不到這件事 在說什麼呢 就是有些學校 如果你入同鄉會 你也是同鄉 那就可以爭贏學位了 除了去酒樓吃飯會 還有位置 還可以學位 現在 我覺得 這件事 其實不應該是新聞 為什麼呢 實不相瞞 其實已經很多年了 我又不敢 是 其實現在是另一件事 有很多是這樣的 他們也有些大言不慚 說我為了子女 入某某小學 加分 所以就去信主 那我 明天都應該罵 如果她這麼坦白說 但反過來 你是要這樣說 其實呢 也有些宗教機構說 也有些牧師 神父跟我說 這樣也好 他可以多聽一些神的話語 是 我其實不理他怎麼來 迷途的羔羊 能夠入到牧場 非常好 他也覺得很好的 但是 我覺得沒事的 他一邊就肯 另一邊就肯 那你說什麼人呢 那宗教也是提供解決 對他們的終極 生命的解決 對我們認真一點 對 那這個呢 只不過是將 入宗教 變成入同鄉會 對 對 我想說 這件事其實 也是一個 親子的關係 為什麼 我經常覺得 認識自己的家 是很重要的 像外國人 Family Tree 畫上去 畫到很多代 去繞解自己背後的歷史 現在你問的小朋友 你從哪裡來的 在慢慢的肚子裡來 最多是這樣 中華人現在沒有做一件事 現在沒有 是俗譜 俗譜其實這件事是可以 我覺得 現在真是 因為1967年 到1976年 是 會有的了 起碼這件事可以 自己的小朋友 了解自己的背景 我覺得是重要的 但是你這樣說 最應該看這宗新聞 就真的不怕劫 是 為什麼呢 你想想 要認識自己的 鄉下 是 還不是最好的國民教育 是 對 是啊 我經常都說 不是不讓你推國民教育 推得英俊 你推得蠢 是 你有什麼比 你想進來我這間學校 你認識一下你的做國 你吃過陳皮美 是啊 陳皮在哪裡 是啊 你想想 如果 你要進入一些名校 不知道搞多久才能變成名校 但是你想進入學校 你要認識 你有很多的 我是生會生會 你不知道陳皮在哪裡 是吧 你有很多 真的跟你的國民身分認同有關 你才能進去的 是 我想有很多家長 立刻要練 立刻要洗腦 立刻不會說洗腦 或者立刻認為要洗腦 是 操練一下 我現在不知道大家對國民教育這四個字 有多大反彈 如果你想想一年前我們說 肯定發瘋 一年半之前 但是現在 你有這宗新聞 又是國民教育 有很多家長 撲到去 應祖歸宗 應祖歸宗 所以這宗 都是一個solution 但是幾層次的solution 可以是國民教育的solution 可以是親子關係的solution 亦可以告訴大家 原來入學校家長本身的答案 都可以 未完結了 小兒科 還有一批 這批就是 廢鏈球針 打針 鬼巴城 廢鏈針 這個宿舍 老老實實 就是有些問題 廢鏈 有廢有鏈 但是不要來 現在人人人一點都不廢 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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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鏈針炒貴八成 昨天其實開了會 一般的角度 你們香港炒到千百元一支針都有 但澳門現在免費幫你打 但昨天其實專家小組出來說 專家小組出來說 其實不覺得有明顯的 後融 半年至11年左右 現在有些醫學術語 大家會更多了解 現在這支針叫十三架 另外有些叫十架 有些叫七架 價錢的價 我今早以為是十三架 十三架 我今早看了很久 是十三架很便宜 十八架 最貴 是那支牌子 十三架 十三架 十三架是怎樣解釋的資料 解釋給他看 十三架 其實你要明白疫苗的 這個就是當通識新聞這樣說 疫苗不是一個治療 我想說疫苗不是藥 疫苗是細菌 疫苗是甚麼呢 疫苗如果你跟小朋友說 就是機械人的防護罩 擋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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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疫苗這個概念 在很久之前 其實當時醫學界 甚至乎會覺得 不是吧 你打一些病進去 等他擋住病 所以為甚麼人打完疫苗 有時會發燒 就是這樣 首先令自己患病 你擋住身體 擋住那隻防護罩 那你的病菌就不會進去 那現在那些七架 十架 十三架 就是擋出多少絕招 我明白 他一次過擋出十三款 他可以擋出十三款 可以擋出十三款 有些人擋出十款 有些人擋出十款 有些人擋出七款 當然我這樣說 都會被醫生罵 怎麼搞的 將醫學常識搞到這麼簡單 是不對 我不確定 但這樣比較容易明白 起碼你們兩個都明白 有些三百架 因為你同樣是 一次過當三百架 有的 一次過打完 貴到吐 要是為甚麼 要是你想想肺炎連球菌 他攻你的方法 是 其實他有很多方法攻你的 你當作打機就可以了 可以 繼續 明白 是 他有七個位置打你 是 但你那七個位置都防守得很好 是 他可以在第八、第九、第十個位置打你 是 第八、第九、第十個位置都打不到你 他可以在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個位置打你 是嗎 你如果有打開機 你知道甚麼是屈機 有時候 在某一個位置射球一定入 在某一個位置 就一定打到他 或者連續六十五分 或者你某一個位置 怎麼都不會被人打到 有打開機的那些 一定會知道 但你其實 捆這家東西 他有很多絕招 他可以變 他可以變 所以 你一間藥廠 研究一種疫苗的時候 即是打一種疫苗下去的時候 他通常最快想的方法 就是他在哪些位置 攻擊你 或者用甚麼方式去攻擊你 最普通的 通常都是這樣來的 先第一架、第二架、第三架、第四架 理論上是逐個加上去 當然 你說這樣擋 OK 你以為就這樣砌積木加上去嗎 如果是這麼容易砌 就不用買這麼貴 人家要做研究 要做科研 藥廠就是做科研這些 怎樣可以全部加下去 越加得多 又不排斥 還要在人身上做完 真人測試之後 有臨床測試之後沒事 所以理論上 你價越多 是就是防護性越高 亦都越貴 但亦都越貴 但是呢 通常去到 譬如你根據A藥廠 他就會告訴你 去到七架的時候 其實保護的程度 都夠了 已經是去到 99.9999幾 然後去到十架 就99.999999幾 然後去到十三架 就去到9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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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 當然這個是他的說法 是他研究的時候的說法 但我也說了 菌會變 環境也會變 所以 其實變了 一直要研究下去 科研的道路就是一直這樣 因為菌越來越惡 所以現在 那群專家出來說什麼呢 那群專家來說 就是 是不用十三架 我們覺得十架也夠保障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你十三架跟十架 當然十三架應該是貴一點的 貴一點的 貴一點的時候 那群專家就要想 我用公帑究竟保障 多少個百分比的人 嗯 明白 是啊 如果中有一天 有個藥廠出了一個 像你說的 三百架 好嗎 我想沒有可能 就有三百架招出 那應該實死 但去到299和300 其實真的機會率超低 沒有你是可以買的 但是那一行局是二十萬一枝針 那你是不是認為公帑要資助 就是專家就是去做這件事 而很多藥廠去做游說功夫 就是找一些睡客 或者Lobbyist 英文去做 就是去游說 其實都很危險的 是 或者是 現在就不用睡客了 全城 鬼百姓 全城驚王 是吧 不用Lobbyist 現在就屈他了 那你說是不是真的補打呢 老實說 這些針一定是跟個別藥廠有關的 這間藥廠 他能夠做到 某個價格是低一點的 那他就早點出街 早點出街 政府買了他那支針 你那支是強一點 不過你那支遲了出街 是 現在就是這樣的環境 就是這樣的環境 早出街那支 一早就打光了 遲出街那支 現在就唯有 就是說 喂 為什麼不打 對藥廠來說 這個是生意 這個是生意 要這樣去看 這宗新聞 這樣就會全面一點 去了解那個困難 在哪裡 當然我們剛才 一直都有說 香港人很敏感 是 還有 我整天都不知道 照計是沒有關係的 照計是沒有關係的 這個我真是人民專家打 照計呢 打完七架 再打十架 再打十三架 可以嗎 其實 我想是進補的圖女 可能是 我知道 對於我這些 就是你在同一個位置 擋兩次 他不是在那個位置打 我不是很清楚 對於普通人 還有一件事 我要說得更清楚 七架、十架、十三架 不等於十架 就遲了七架所有的位置 哦 我明白你的意思 十三架也不等於遲了 十架所有的位置 不是就這樣加上去 是 譬如那個針 是能夠擋到這十三個位置 不等於那些 但可能是全部左邊那些位置 是 原來右邊那十個位置 就不包 就是要另外那支針 因為你藥廠做研究 大家不會夾的 in fact 大家是不會讓大家知道做什麼 這件事很貴的 是吧 所以 究竟那十三和那十 是不是同一個 所謂同一個架位 我想什麼 又不是 最難是 我只是保你腳底 十三月 所以你要打 我不知道是不是 其實是否要打兩針 就是打完十架 再打十三架 才叫全面保障 還有 我最後想說 你的防護罩 都是有漏洞的 你不要以為 你打了十三架 就不會中招 最重要的是你的小朋友 究竟有沒有一些基本的生活的習慣 當然就算他很乾淨也好 也有權會中招 這個也不奇怪 所以沒有人會寫包單一八 所以是不會寫包單的 夠解困沒有呢 你說得這麼多 應該清楚了 我還不是專家 還要 有什麼可以補充 如果醫生發覺 我們會遇到什麼 我想說 我不是專家 我只是憑 尚識而已 我尚識而已 還沒有資料 資料庫都說 還有沒有資料 還沒有資料 還沒有資料 我還沒下過水 你有沒有打過疫苗 我好像打過疫苗 你總是打過疫苗 不過你不是打過疫苗 我不是 老實說 我要再說 那種肺炎免疫苗 主要發病 在小朋友的機會率高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在鼻和口腔發病機會率會高一點 你知道小朋友的口水鼻涕 和雙手是有很大的關聯 然後會調查 所以他們發病率是高一點的 不等於大人不會 不等於老人家不會 其實也會 但問題就是 我們的發病率這麼低 就不用打 肺炎免疫苗菌 所以所有這些都是 好像做科學一樣 你的發病的百分比 還有你的價錢 還有什麼時候出家 是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 數字 所以這個希望解毒菌 終於說完小疑科了 三批新聞 還有一批一批 今天頭條日報和信報 有一批 這一批是什麼呢 這一批就是 上海與新加坡夾擊 香港需振奮保優勢 這個是信報的審評 這邊呢 頭條日報就說 黃東聖說 香港落後星洲 被護港上 即是被上海趕上 因為總商會 昨天舉辦了香港商業高峰會 出了一個研究 六成企業認為香港過去一年競爭力下降 更三成企業認為競爭力不變 七成受訪者認為 新加坡比香港 是比較更好的商業和金融中心 香港棄虛無力任怕頭 我覺得信報這個社評值得斟酌的 上海與新加坡夾擊 香港需振奮保優勢 我不覺得上海與新加坡有夾擊香港 是 人家理你很傻 各指各組 我放掉你了 你未燈都隨時看不到我 夾擊 你明不明白 你上海與新加坡夾擊是什麼意思 你還以為香港還未墮後 你才有一張被人夾住 轉頭 你還在主車裙 收不住 我想我們沒有這麼理想 這張圖 新加坡爬了 我們頭上海 都不算夾擊 上海就隨時追過 這宗新聞我們經常都說 因為三時五日 經常都說 香港競爭力下降不行 我們很久之前的政論 已經說過一次 我們是否只是追求競爭力 如果我們是要追求競爭力 我們應該擔心 但現在越來越多年輕人 是不追求競爭力的 你問雇主就知道 他們真的不追求競爭力 我不用太好競爭力 我做些放空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要叫我這麼大 生活質素 你不要叫我這麼大競爭力 這個是我們理解的 所以呢 這個很典型反映 總商會 很典型反映老闆 怎麼看 但是 不是老闆自己在那裡伸 就是說 員工這樣 所以 他就是人出來 在那裡伸 哇 真的 競爭力多後 就是伸下 香港商業 是 香港商業 伸 不是 伸峰會 是嗎 炭氣 蓋炭會 蓋炭高峰會 香港商業 蓋炭高峰會 其實是這樣 要買炭牌坊 炭牌坊 你也很難 你也很難 但我有一句話很有趣 他旁邊有個頭條 有個 學者速踩油 盡快推遞第二五產業 就是文化產業 他所謂的第二五產業 然後他說 香港文化產業 營業額高於旅遊業 這樣去說 可不可以做這些 我又想 其實 這個又是另一件事 我覺得可以回應一下 這班人 如果你是年輕那輩 你說 如果你是這麼著重生活 你的品味是值錢的 我想說一下這件事 你的文化是值錢的 譬如我們之前經常說的 網上文化 或者網上的發展是值錢的 你可以 年輕人 有時候 我給年輕人想 你經常覺得 老闆爭著 你可以反過來想 我可以做一件 第二個生意出來 告訴你 其實你的生意已經過時 我的生意才是未來的潮流 但你告訴我 你做了出來才說 是的 但如果要做到這件事 我想品味那件事 就是對於一些很仔細的要準確 譬如我們做文化產業的 出一本長刊不可以有錯字 相片不可以錯 那個layout和版面要割附 還有我想最典型的情況就是 很多年輕人以為自己 譬如自己譬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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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第一個版本和第二個版本呢 是沒有分別的 這個就是有鐵質在 即使做甚麼產業 其實有些事不是因為上一輩或這一輩或下一輩 不錯是 那麼多輩人都會面對 因為你說到不錯 其實那件事是錯 你自己都說 不要錯 做了就是錯 很簡單 所以我覺得那件事是很重要的 還有千萬不要撈亂 就是你 建文化產業裡面 其實現在如果你要做得好的話 其實是各自有分工的 是的 即那個分工其實代表產業有多成熟 甚麼叫產業 即是那件事有條產業鏈 有條產業鏈 你才叫做那個產業成熟 即是如果甚麼都是那個人做完的 那個人做完的 那就不是產業來的了 那個仍然停留在所謂craftmanship 即是個人 即是 這個很法國的 我覺得 那是很過人的 你要去做產業的 你就要有甚麼 即是譬如我舉個例子 你不要跟我說 我剛才 為甚麼那個designer 不跟我proof 3D 字 這樣 喂 designer就是 不是跟他proof 3D 字 我只是覺得是廢話來的 即是兜頭應該 兜頭蓋上去 我覺得是實在 不過 你試著兜頭蓋上去 他又說你欺負 你差點出去 欺負下一代 是不是 即是你又說欺負下一代 那我就覺得 喂不是 你要對自己有些要求才可以 你改完一些東西 你都要看看 即是我 我這些不是說 即是次路賣老二 如果你要追求發展第五產業 不只是說有政策 就會發展到第五產業 你的東西夠不夠fine 夠不夠做得好 譬如我們這個台也好 如果你有留意的話 我們其實現在要用四個鏡頭去轉 我們每一天都還在談 每一個鏡頭 怎樣可以再做好些 我不是說我們做得好 我們當然做得不夠好 但你起碼要想 怎樣可以越做越好 這就是所謂推動第五產業 我們推solution journalism 你都起碼一些東西 要追求越來越 即是越來越fine 越來越漂亮 越來越好 才行 不能夠守成規 我覺得這個 是的 我覺得如果我們覺得上海、新加坡 被我們爬頭 我覺得真的不用爭 甚至乎是 你想想如果是一間外國公司 現在他看上海、新加坡 和香港的話 他真的想哪裏外國人比較多 尤其是可能要順便攻上馬來西亞 印尼和印度市場 有人有所謂金磚六國的概念 金磚四國大家都知道 Brasil、巴西、Russia、俄羅斯 I India C China 後來再加上南非 因為搞完世界杯之後 還有Indonesia 加上細I 大I和細I 金磚六國 金磚六國 如果你說一次過中得最多的話 其實可能真是新加坡 給香港優勝 因為香港強大的後准就是中國 但是如果你說要入中國 現在他索性去上海 是吧 不用那麼迂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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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用說 這個是時而世易 事一時也 被一時也 這個衰了 你是跌了 那個位置 講完 不用爭 問題就是你有沒有新東西拿出來 那你拿一些新東西出來 究竟你 總商會那幫大帝 又有多鼓勵新東西呢 我不是諷刺他們 他們真的是大帝 他們掌握著香港經濟商業的命脈 譬如 世紀民間高峰會 總商會都是拍檔來的 但是他有多少會員真的來 我很感謝總商會幫忙 世紀民間高峰會 但是他有多少會員真的有興趣 這個他都逼不來的 是啊 就是總商會有多努力逼 他的會員是不來 反映現實 我們只能夠接受 一件事 我甚至不是批評 我批評自己 為何我們不夠吸引力 讓他來 我覺得那件事是很重要的 譬如匯豐有資助我們社紀民間高峰會 最大的商業領袖 吳三人會 有成二秀為 但是有多少商業領袖 會很樂意去聽社會創新呢 其實那件事就是 令到香港能夠可以交到棒 繼續去那個地方 這個我們說上面是容易說的 下面其實都要說 我剛才說 你經常說下面不給你機會 你怎麼給你機會啊 給你機會證明一些東西 你的東西錯成這樣 我怎麼叫你做文化產業 其實就是做死他 我覺得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 如果要解困 其實兩面都要的 你不要說上面不給你機會 你有沒有做到的事情 我信任我給你機會 那上面就說 你也有空看看 其實世界正在走去哪 兩面都要做 你才有答案 否則不會有答案 他剛才說 Lincent用年代 用年齡 其實我想說產業本身 有些事情是沒有變過的 反過來 例如第一第二 也就是這份第一副版本身 這份第五產業很多東西 譬如物流鏈 供應鏈的模式 銷售的模式 其實在第五產業 應該有很多東西 可以在那裏拿回來用 即不會把它隔著的那麼重要 產業之間其實那個關係很密切 譬如你做出版才算 其實跟傳統 你一樣要叫雞雞幫你搬列書 去那場地買 其實所有東西沒有變過 唯一變就是 那個意念怎樣變成 那本書可能中間有些改變了 可能多於網絡上的東西 但網絡上的東西 其實也屬於舊產業表內容 因為泡沫科網谷爆了那麼久 對香港人來說是屬於舊 大叔叔叫做新一些 但在外國已經叫做舊了 發到這樣 所以不會讓自己以為 人類前五百年的事情都沒有出現過 因為有這樣的現象 好像這個時候沒有出現過任何新的 我覺得是最新的 很大人害怕的 那條鏈看看大家 尤其是年輕人看看 是否在說創新的事情 現在大家都在吃老本 做老本行 年輕人都打算做老本行的時候 其實社會真的有一點玩完 你不要說落後 你不要說只是上海 我不知道後面那些可能還在爬上來 隨時會超越香港 所以我看信報的社評 什麼上海與新加坡夾擊 我們一定不是夾擊 都好像我們高攀了 但是反過來 你看看今天這一張頭條日報的頭版 那三個電池在跑 新加坡在跑 上海在跑 香港好像不夠力跑 我覺得都未必是真貌 香港人是否正在跑 是 停在那裡 他可能會說 人家跑得那麼快 你明白嗎 現在的情況可能 你首先已經不是龜兔賽跑了 你已經不再是兔子了 你還要繞著手 其實你現在這樣說 我相信你說 你連龜兔也不是 因為你沒有下場 沒有跑過 沒有跑過 龜兔賽跑一定要下場跑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想想如何接軌 不要說我不給你機會 但你也要證明到給別人看 別人給你機會的時候 你處理到這件事 就不要說所有事情都是 你沒有跟我說 我已經給了別人了 你現在不是被人臭兒子的 如果我要臭你的 我就不用給你機會了 如果我的客人 你說得這麼好 我要臭 我生一個自己也臭自己一個 哈哈 如果我要臭下屬的話 臭便宜兒子 是不是 如果我要臭下屬的話 我就不是交給你 我覺得這件事 你不可以只是一味向上投訴 老實說 是這樣的 你又不服從 還要把所有事情都搞到 什麼事情都取得出來 不如由你一個崗位調到另一個崗位 其實就是經常會發生的 你不要在這裡 英文叫做Cry Baby 你不要是有吵不是有吵 然後動一下就上綱上線 那你怎樣 你不要做了 意思就是說 不要長期有一種被迫害的症候群 在蔓延在不同的機構 對香港來說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不是單純是政治爭培 我覺得 你一班企業做 要是政治爭培 我覺得 這個就是太過簡化的 反過來下面就說 因為發權 也是太過簡化 兩邊都是 你兩邊都是太過簡化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沒有想到銜接 你想到銜接才是 終極找到那個 其實文化就是這件事 文化就是在乎大家互相交流 撞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你發展文化的產業就是 你起碼cross generation 跨不同年齡層 跨不同界別 願意去談 而願意去談有一個前徹 就是要理性為基礎 要以解困為目標 這樣才是談的 如果不用理性做基礎 根本不存在談 如果不是打算解決問題 根本不存在談 因為這個我覺得大一點 我看過本書說的全國文明 先來於衝突 但是大家坐下來談 你用刀我用叉 沒有別的辦法 你用刀 你用刀 那就這樣搞 所以我覺得 譬如最後說 今天陳左二出山 祖超級自浪團 一定是厲害的 哪裏夠強 超過100個學者 問題是 那邊是否跟你談 你除了研究天下無敵的方案 你用甚麼方法去談 這很重要 反過來就是 吳議開箭 投案 然後被人逼回去 這個擺明不是解決 香港也沒有引導條件 引你回內地,又不是答案 你應該回內地投案 現在又不給他 投案無門 所以我覺得我們由答案開始 又不是答案結束 希望大家看到一個Spectrum 一系列的今天的AI頭版 一對一對一對 就算同樣是說答案有不同的方法 一些由上而下,一些由下而上 另外有些不是答案 但我想今天整個角色各樣的頭版 是想說一點 我們解困新聞最基本的事情 就是大家一定想用理性的方式溝通 才會有答案